大家好,我是千娘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騎 上一集我們做著海軍的契約任務 只要來到小洞窟就順便把他解決掉了 嗯,這裡附近還有一個倉庫 我們也去把他解決掉吧 這倉庫意外了還有蠻大的警戒區 看起來那艘船是躲不掉的 看起來不掉那個火藥 看起來不掉那個火藥 看起來不掉我 看起來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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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按著它 伊套 後來會 Grab 後來會過 潮在後來吧 BING ここ 好 回我來回家 大家可以戳戳了 要擺個鋼鐵 太好了 我很需要鋼鐵 我現在應該只剩 側面的砲還沒有升到 菁英的前一級 菁英計劃我都還沒收集到 所以不太能夠升 其他都已經算上來了 引起恐慌 我們可以走囉 我好像載不走他們臀部 假如真的要救他們的話 他們應該是這裡的奴隸吧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不是壞人 這次的鑰匙搜尋範圍好像蠻大的 我把那個傢伙吹哨引過來好了 又來一個欸 希望不會被看到 啊 沒辦法吹 來吧 來吧 上面有槍兵 我試著 讓他狂暴 看看他會不會 射下面的 隊友 啊 沒中 可以大開殺戒了 我們好像沒什麼反應啊 我們好像沒什麼反應啊 對 我幹嘛出來 躲進去 然後 不要敲警靈 狂暴吧你 不行 我被發現了 噢 我先閃了 我先閃了 還好他媽媽沒有追過來 還好他媽媽沒有追過來 看我那隻狂暴了 隊友還沒有被殺掉 他在下面應該是看不到我啦 我看就別管了 先拿這個寶箱好了 噢 有一隻走下來 我用吹哨 我把他引過來 把這隻 拿斧頭的 應該不會被發現吧 還好 沒事 這一隻也吹哨 我把他引過來 看能不能收回一點 那個 吹箭 上面有兩個 應該不會被 啊 這樣會被看到 穿牆雖然大部分的時候很好用 有時候缺點就是 不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被看到 可能是到底可不可以設計 找到要死的人了 找到要死的人了 看我讓他們有人狂暴好了 那他一上一下姿勢我還是 不知道他是 什麼情況下會發抖 很少見 看到屍體了 不行 這樣受不中 為什麼敲到這麼久都沒有真遠敢來 這樣算我運氣好嗎 對 隊長居然打輸了 太不可思議了 剩下 啊 被發現 不 好痛 啊 我的海盜們 可惡 可惡 我想問他在狂暴狀態 啊 他又殺了一個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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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遅到槍聲 他們應該都會被引過來 再一個一個殺掉 哎呀 被他死了 他死了 沒了 罪魔王 應該沒人了吧 喔!還有一個 啊!被發現了 來不及剩殺他 下去! 嗚嗚嗚嗚 啊! 我也跟著下來了 先把警鐘給拆了 沒想到鑰匙的人 居然在這麼上面 我先看一下那個俯瞰點好了 把那個地方的東西都標在地圖上 我想那個槍兵可能在上面 下面怎麼看都沒有 就是你 這個寶箱也拿了 我都沒有 我的船就這樣停在港口 居然也沒有被他們破壞掉 但真的還滿扯的 我先去把東西拿一拿吧 我再試一次 讓上面的槍兵狂暴 他那種不會射殺下面的人嗎 這些應該都在他射程範圍內 開始了 他居然什麼事情都沒做 為什麼狂暴的時候沒有辦法開槍 我想辦法吹口罩引一些人來殺掉好了 這幾個都是拿斧頭 不然就是隊長 太強了 如果直接打的話 我可能沒有什麼勝算 我可能沒有什麼勝算 為什麼這樣會被看到 為什麼這裡的士兵都這麼強 全部都是斧頭兵 我去看看 很好 我可以 讓他們狂暴 有槍兵 看一下就把狂暴的殺掉了 沒關係 盛起碼可以減少人數 我在 讓 一直狂暴 對,我還有煙霧彈可以用 噢,他們已經解決爆竹了嗎? 只好用上煙霧彈了 我好久沒有用煙霧彈了,我都忘記了 剩你了 該死的槍兵 雪被欺負無色的槍兵 嚇死了, их終於是 封死了 看起來是黑色的槍兵 這是黃色的槍兵 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啊! 玩笑 最後一隻士兵了 這隻兵了 有猴猴 推測準確 我覺得屋頂上比較少 會放而且都是斜的 有猴猴耶 我忘記我猴猴到底夠不夠 記得我打過猴猴了 玩鑽些骨頭也好 畢竟推測牠們要骨頭 我們可以看是要逃走還是怎樣 安全了 這裡好像上不去齁 從這裡啊 OK 再來就是 上面的兩個寶箱和 瑪雅 石碑 他居然還在工作耶 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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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一條 剩下最後一個寶箱 水 V 有 有 怎麼沒有看到 欸 這個啦 平清 剛剛地圖上沒有注意到 那聲音怎麼說 這些是我常識連結的破碎記憶 這些對話不斷在我人生中重複 我一個男人與兩個女人 第一個女人說 生物它真的是一代傳一代的 為什麼我們不修改人類的記憶 讓他們能夠藉由精英傳承自己的記憶呢 它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 另一個女人打斷 不可能 我們已經讓他們變得很強壯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給他們另一個優勢 我們那種族正在滅絕 戰爭的形式對我們不利 我們應該要尋找我們自己的救贖 而不是繼續幫助人類 這應該是第一文明吧 但是這個男人不同意 我們的時代結束了 我們的工具很快就會反過來阻宰我們 而我們就從此 我們就此消失 或許我們還能再多活十二十年 但我們應該無法再撐過一個世紀 何不就這樣讓這些人類獲得增長的智慧 讓他們可以透過經驗學習到教訓 並傳承給下一代 人類有權限跟我們一樣睿智 我在這裡插畫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只要簡單 調整一下他們寫意中的記憶密碼 我們就可以改善他們的命運了 第二個女人馬上尖叫 絕對不可以 記憶到這裡就結束了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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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點點 沒用心的 不錯 哇 這裡上不去 這裡上不去 啊 另外一個秘密在這 藏寶圖 藏寶圖 啊 啊 另外一個秘密在這 破極炮彈儲存室 後來的藏寶圖看起來越來越複雜 完成青色托爾地 那就 往下一個目標前進吧 我記得三個地點裡面還有一個椰子海灘吧 我帶圖招把我搶劫來的一些東西再度升級我的船 我怕側面的炮升到二十一門了 只是他精英的還不行聲 然後還稍微更動了一下船的外觀 有些外觀還是從可威的艦隊得來的 就前往最後的地點吧 這裡居然有警戒 椰子海灘居然有這麼大的警戒區 那我前面那一艘什麼 那他警戒範圍也太大了 不行屋太濃好像看不到 有畫黃色卻沒有... 軍艦 他有畫黃色卻沒有發現我 有了有了 挑戰看看好了 這一次等 已經快沒血了 搞什麼 這樣的話我就拿下吧 大量的物資 繼續 真的 前往這裡 快點 我沒有登船 他這邊怎麼不能登船 看 這裡可以 我沒有登船 他這邊怎麼不能登船 看 這裡可以 從這邊 我竟然我就在 之前任務的時候打過一次軍艦 今天玩太高了 這回旋炮要炸到 有困難 但是之後常常遇到軍艦的話 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困擾 一定要上船上 20個人加上兩個目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 這帶還滿強強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拿這個作為武器 我覺得他的動作也蠻帥的 而且是有一個動作 啊對,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跳起來刺激 不過他出現率也不算太高 好,二十個人 看下旗幟 沒有其他衛名,很好 這樣就不用擔心 跑到一半被射下去 看來是第二次爬軍艦了 我還是覺得...好高 不要亂跳啦 這麼高很可怕耶 成功拿下第二次爬軍艦 我們這集Episode差不多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掰掰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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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